喜歡吃美食的民眾是不是偶爾會遇到想訂的餐廳永遠訂不到的狀況呢? 或是就算訂到了還是要等至少好幾個月或一兩年才能夠吃到 如果能花多一點錢提前享用這些餐廳的美食 可能真的會有不少人願意把錢花下去喔 其實現在在美國一個叫做預約交易員的餐廳定位中階平台 它現在越來越熱門了 但是上面的賣家只要成功訂到餐廳位置 然後再把它放到平台上轉賣 接著買家再出價買下這個餐廳位置的預約 在全球許多大城市像是美國的紐約、洛杉磯、法國的巴黎、日本的東京、大阪 甚至是台北當地的熱門餐廳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喔 但是在紐約的這個Fort Charles Prime Rib 到今年5月已經有1200多筆交易 每筆預約的成交價大概落在200到800美金之間 這個平台的營收也是成長非常快喔 2023年的營收就高達600萬美金 比起前一年增加1.5倍 現在越來越多人投入這個平台在上面專門幫別人定位 像這邊就有一個布朗大學的大二學生 他的做法就是在線上定位系統辦很多個帳號 或是開發這個定位機器人幫忙線上定位 或是他直接用不同的聲音去打電話到餐廳定位喔 表示這樣一年下來如果扣除平台收的費用的話 他就可以賺至少7萬美金等於超過200萬台幣 平台宣稱有些人的年收甚至可以達到25萬美金喔 也就是約800萬台幣 不過這個狀況越來越常見之後 也開始造成許多餐廳不小的困擾 像是不容易遇到客人定位了卻沒有出現 或是信用卡的號碼根本是無效的 所以也讓這些熱門的餐廳相當反感 像有些餐廳為了避免這個狀況 也開始進行反制措施 一家位於曼哈頓的米其林星級餐廳 他發現有人在個人版面上賣了好十幾個預約的座位 於是這個餐廳直接強行取消這個用戶的預約喔 態度是相當的強硬 不過其實只要有需求就會有供給 只要這些熱門餐廳的定位繼續這麼搶手的話 這門定位生意就會繼續有人做下去了 以上就是這節的環宇大話題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